在杨润英看来,她和丈夫之间的事情很平凡 无非就是丈夫生病了 作为妻子,她带着丈夫来到建筑工地上班 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患重病的丈夫 但这平凡而真挚的感情,却感动了无数人 9月15日,记者在辽宁省沈阳市杨润英所在的工地上 见到了这位平凡的妻子 杨润英是中建武局东北公司的一名钢筋工长 从1987年起,她就作为一名女钢筋工进入到了建筑工地工作 在与丈夫毛明远相遇后 二人便开始了波澜不惊的相爱,结婚 平凡而努力的相互扶持着生活 尽管英工作从2010年起 两人便开始了分居两地的生活 但是仍旧平凡而安稳 不过2015年3月26日凌晨 在沈阳的杨润英接到了一个打破她原本平静生活的电话 远在成都的毛明远因脑出血昏迷不醒 你进去看到老毛,完全变得一样 跟以前那个原来他好胖的,也有160多斤 我去看这个瘦的骨架样的颜色全部脸都变形了 看着都认不出来了那种 看着心里天天好难受的 虽然毛明远的病情很重 甚至主治医生都断言 他将会一直昏迷下去 但是杨润英抱着会有奇迹发生的心态 还是东拼西凑了几万块钱 让丈夫做了手术 皇天不负有心人 毛明远经历了多日的昏迷 最终还是醒了过来 但是这才是对杨润英考验的开始 因病,毛明远起初近乎瘫痪 吃喝拉撒睡全都需要杨润英照顾 更加艰难的是 毛明远拒绝接受治疗 并且性情也变得十分暴躁 此外,为了给丈夫治病 让这个原本就不太富裕的家庭瞬间负债累累 于是2015年8月份 杨润英决定带着重病的丈夫 回到他们夫妻俩最为熟悉的建筑工地 回到建筑工地后 虽然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极大帮助 但是杨润英并没有依赖他人的想法 工作仍旧一丝不苟 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严谨的态度 成为了所在项目上出名的女祥人 此年来,她所负责的钢筋部分 从未出过半点差池 而公司考虑她特殊情况 所提供的多项福利和奖励 却都被她一一谢绝 在她看来,平日里已经受了大家太多的帮助 她已经很感激了 她同事的一些也挺理解的 虽然在理解的话 有些事情自己活还是自己要干好 现如今,即便她的故事登上了媒体 被众人所知 她还是过着辛劳并且平淡的生活 每天准时上班 一下工就跑回去伺候她的老毛 每天最大的业余活动 就是陪着丈夫散步 在采访中,杨瑞英告诉记者 如今她最大的愿望 就是毛明远的身体能够再好一些 有一天带着她去旅游 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两个出去旅游 她还没出去过那种做二八斤的旅游 我笑着赶快把身体良好 我们看到那个同事那些东西 老爸朋友全部 我说看别人一家 都是幸福的一家 就像是好久我们也一家人去吧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